汽车后视镜里面隐藏的五个使用功能 90%的老司机不知道 别让你的后视镜成为摆设 只要学会用好它开车停车不刮蹭 让我们的车技提升一个档次 新手在开车的时候 总是判断不好车头与障碍物的经历 倒车的时候 总是判断不好车位与障碍物的经历 同时在转弯或者是超车的时候 也不知道如何判别我们什么时候掉头 什么时候变更知道 最安全 其实我们只要通过后视镜 就能轻松解决这负责问题 既然我们要通过后视镜 那么第一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后视镜调好 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车前门把手 来 找到车门把手 把我们的门把手调到咱们最右下角 这个时候咱们的后视镜 视野盲期是最好的 同样的咱们右边的后视镜也是这样调 把我们先找到我们的前车没把手 然后也是把它调到最左下角 调好以后我们把车子往前盖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盯住后视镜的下沿 当我们后视镜下沿以前方障碍物或者是马路 牙子下沿的距离 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车头以前方障碍物的距离 正好是30厘米 到车时我们也是同样的盯住我们的后视镜 来往后退 当后视镜下沿和马路牙子重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停 这个时候车位和咱们互防马路牙子的距离 正好是30厘米 第三我们在变更车道时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后视镜分成左右两个区域 当车辆出现在右边的时候 那么属于安全区域 那么我们想调头想变更车道都可以 当我们的车辆出现在左边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不要超车 也不要变更车道 因为是非常危险的 第四点我们到车入口时 只要盯住我们的后视镜 当我们的后视镜和咱们的车裤脚重合时 我们就可以往右打死方向盘 然后再盯住咱们的后视镜 当后视镜的话出现咱们的裤脚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往左打死方向盘往后退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把轻松入库 第五点 当我们开车要车头先入法 只要我们盯住后视镜 当我们的后视镜和旁边咱们车裤线 行行的时候 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这样我们就能一把轻松入库 这五个技巧如果对你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在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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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